今天是网友说发式第一次播出 那我们设计这个单元 最重要就是要跟today看世界的观众做互动了 那每一周我们会在留言里面选一些朋友的留言 或问题来做进步的说明 那我们粉丝里面真的是卧虎藏龙 各地朋友都有 那很多留言 我真的觉得讲了很棒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所以今天我想特别来谈一谈 我们在6月9号播出了一位伊朗的父亲 因为觉得自己14岁女儿交了一个29岁男朋友败坏家风 于是就执行了这个荣誉处决 将女儿用镰刀斩首 那播出之后呢 回想很大 那我们选几则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截录 所以不是故意要断章取义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一则 他说只要我们尊重生命的价值 无分物种 从一人到一家一邦到一周 当和平成为所有人 必须要低头遵循的主流的时候 再慢慢渗透成为每一个人的信仰 那就能够连根拔除这种不人道习俗 我觉得这说的非常的好 在南的文化改革都是要从自己做起 要从小做起 再扩散出去 那再来一位 这个不是伊斯兰教可怕 是被断章取义的伊斯兰教义可怕 这话也很对 我相信这是对伊斯兰教有理解的这个朋友说的 那我在做这类新闻的时候 其实最怕听到就是那种 啊这个穆斯林怎么这样这样这样 这种一杆子打翻一条船这种说法 那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讲了 绝大部分的穆斯林对这样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那即使在伊朗这件事也引起很多人反感不是吗 但是我最大的感触是这一位 那他是私讯给我的 他就说呢 我是每年旅居中东的舞蹈工作者 那近年也常到伊朗 有关荣誉处决的影片 虽然这事有发生 但完全没有提到当事人的生活背景跟环境 也没有提到当地人普遍的生活跟观点 那影片看下来呢 呃是单纯的描写这个案例 导致普罗大众都会认为伊朗就是这么落后 跟实际我们在伊朗生活 接触当地的人感觉稍嫌不同 希望能够更多方面的观点会更好 那感谢继续制作优质的影片 真是讲到我长久以来都有一个忧虑 不只是伊朗的荣誉杀人 像是我们在讲阿富汗的男童被性侵 或是墨西哥女性被谋杀 这些案件的时候 我其实都很担心 大家会觉得我们在讲这些国家很落后 我们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现象 这一个社会现象 那today看世界就5到7分钟 所以我们目标是把这个点讲清楚 那有时间呢 我们再讲一点线 那面真的就很困难了 那单就这个点来讲呢 我觉得伊朗真的是很落后啊 就好像台湾才刚刚将通奸除罪化 我觉得我们到现在2020年才来做这件事 是很落后啊 但这是在说我们台湾整体很落后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再比如说我们讲到南韩的N号房事件 光看这个事南韩很落后啊 但却没有朋友认为 我们是在讲南韩整体很落后 会有这样的落差 我想大家对于台湾或是南韩其他面向都有相当的了解 所以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但是伊朗啊 阿富汗啊 墨西哥的确是离我们远一些 那我们久久讲到一次又常常是这么负面的消息 但是伊朗有没有其他做的很好的事情 我相信有啊 不然他不会在中东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嘛 就拿伊朗的女权来说 以中东的情况来讲可能都还算是不错了 其实伊朗在190年代 就是100多年前 就不断有女权的抗争 在1960年代白色革命之后呢 女权更是大幅的进步 妇女能够从政能够投票 当时有6名女性被选进国会里面 当部长当法官还选出了诺贝尔奖的得主艾巴迪 在1975年还通过了家庭保护法 让女性在婚姻当中跟男人一样是有一样的权益的 不管是结婚啊离婚或是孩童的抚养权都是一样的 那这条法案也提高了合法结婚的年龄 女生18岁才能够结婚 那男生是20岁 法案也让一夫多妻制成为历史 甚至还推动堕胎的合法化 厉害吧 但是好景不长 这一切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才开始倒退 这个女性又开始必须要戴起这个面纱啊投金啊 那1979年就成立了这个宪法 还有着两条对女性最不利的法案 现在在世界各地都还骂声连连的 第一就是以乱食处死这个刑罚 第二就是明确的允许一夫多妻制 虽然受到这么大的挫败 但过去所累积下来的基础 其实已经让伊朗女性知道我们自己是有权利的 所以这就让伊朗女权在各个领域 其实相较于临近国家是发展的很好的 这些其实我们在原告里都是有的 但最后因为太长就被我砍掉 我的想法是这样啦 我是希望我们每天点一个点 但是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 将来点就会连成线 然后就铺成一个面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那明天是凯莉的人物放大镜 讲推特的李飞飞 我告诉你太精彩了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啊 那你如果喜欢这个单元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N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面 万一错过了呢 你到Night 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网友笑发誓我们下周六见